那么漂亮的一个王妃 却在大婚之日被人枪杀 事后更是没有举办任何隆重的葬礼 而有的只是一卷破烂的草席 最后还被当作污秽抛尸在荒野之中 当官兵离开后 树林里突然走出来一个女人 她翻过王妃的尸体 而她的长相却与王妃一模一样 原来她们是双胞胎姐妹 可是在她们那个年代 双胞胎可是被视为不祥的象征 那可是要被杀头的 虽然她们有个当官的爹 但也只能用一个身份来生存 姐姐恩妻乖巧懂事 妹妹恩惠却俏皮好奇 像个男孩一样调皮 而这也恰好造就了她们不同的命运 这天父亲准备带姐姐恩妻出去游玩 姐姐却把机会留给了被困在家里的妹妹 然而妹妹一出门 半路却被一个小偷给撞倒 恩惠捡起地上的玉佩打算归还 可还没来得及开口 就被小偷拉着一路乱跑 原来是富家公子追了过来 而这个富家公子就是当今的柿子 最终两人还是被柿子抓住 柿子要把他们送到衙门受罚 可小偷说是因为爹爹病重 家里实在没钱买药 才不得已出来偷东西 妹妹见小偷可怜 并将身上的钱赠于小偷 劝她以后不要再偷东西 小偷感激涕零 连忙跪地道谢 等小偷离开后 柿子并没有放过妹妹恩惠 为了挽回面子 柿子说她与小偷是同伙 让她找父亲来证明她的身份 可恩惠的父亲 此时正忙于公事之中 因为当时的国家已陷入了危机 打算改变当朝的思想和制度 实现真正的造福老百姓 可今天讲课的人并不是父亲 而是一群儒生 妹妹也因此没有找到父亲 柿子见她未能找来证明身份的人 说着就要带她去见官府 走时还把她的发绳挤了下来 之后还系在了两人的手腕上 恩惠一点也不害怕 因为她爹就是当官的江大人 小男孩问 江大人官很大吗 我可是当今的柿子 未来的一国之君 然而恩惠并没有畏惧 她还教训起了小男孩 就是这么一段话 让柿子永远都没有忘记 同时爱情的种子 也在她心中悄悄地生根发芽 但事情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朝廷上 女孩的父亲因得罪了左宰相 导致被陷害罢免的官职 全家人不得被迫离开本地 可是在出发前 左丞相又来拉拢女孩的父亲 说着很强迫的话语 妹妹恩惠气不过 上前臭骂了一顿 而身为一国的丞相 怎么能被一个小女孩教训呢 于是命令手下将女孩抓来 要好好教训一番 然而姐姐恩惠为了保护妹妹 赶紧让妹妹躲进了一个箱子里 可在几人的争斗中 箱子突然掉进了河里 下人拼令抢回了姐姐 可等几人发现时 妹妹早已不见了踪影 由于时间紧迫 父亲只好让下人们先离开 自己则是在街上发了疯的寻找 最后还是没能找回妹妹 当世子得知消息后也赶了过来 可看到的却是早已开走的船只 时间一晃 七年就过去了 当初的小世子也成了一国之君 但她心里始终惦记着儿时的那个她 虽然不知道名字 但她知道女孩的父亲是江大人 于是世子特批江大人官复原职 但很快就到了世子选妃的年纪 下面的达官贵人 纷纷将自家的女儿推荐到宫中 而她那个朝思暮想的人就在眼前 可她却不知道 眼前的这个人 并不是她心里的那个女孩 寻漂亮的女孩正在参加选妃 第一个登场的是丞相家的千金 可她只是勉强行了一个礼 起身时却差点摔倒 这让对面坐的大王都笑出了声 可是当听到是江家闺秀出场时 大王却突然紧张了起来 原来是她儿时恋恋不忘的女孩 出现在了脑海里 她不顾大王的形象 直接走了过去 就连身边的母后都惊讶不已 大王来到女孩面前 不顾所有人的目光将白莲拉开 面对眼前女孩的样貌 她心中的家人已然落定 原来大王把恩琪当成了妹妹恩惠 自从那时一场意外发生后 妹妹就从此鸟无音讯 如今姐姐恩琪也意识到 大王肯定是把自己当成了妹妹 看着如此深情的大王 恩琪还是陷入了恋爱中 不久之后两人就举办了隆重的婚礼 在大婚当天 大王开心地向着孩子 可就是这么美好的一天 意外却发生了 一群带枪的刺客突然出现 对着人群就是一顿乱舍 就连王妃恩琪也难逃此劫 大王接受不了爱的人就这样离去 他不顾自己的安危向他走去 可这时突然走出来一个刺客 见大王还在往前走 刺客毫不留情地掏出了枪 此时大王愤怒极了 一代大王就此隐秘 临死前还不忘向深爱的人投去最后一眼 很快大王遇害的消息在城内传开 所有人都感到惶恐不安 而就在这时 一个长得和王妃一模一样的女人出现了 而她正是王妃的妹妹恩惠 此时她是无比地害怕 因为那些刺客用的枪支 刚好是从她手里联系到的 他们找到贩卖枪支的商人 商人声称只要能拿回子弹 就能断定背后的凶手是谁 这可是价值千金的情报 此时王宫内 王太后痛心疾首地凝视着大王的遗体 感叹两人是一对苦命鸳鸯 决定将他们合葬在一处 可眼下不能一日无君 左承向上奏王太后尽快立一个新王 而太后也决定了下一任的继承人 到了晚上 恩惠为了避免牵扯这件事情 她假扮成宫女混入了宫中 随后端着烛火走到大王身旁 她却不知落地在了大王手中 可就在她准备取出那颗子弹时 忽然被一只手紧紧地抓住 恩惠慌忙逃跑 但在逃跑的过程中 还是被一个人看到了脸 而大王也走出了屋子 他死而复生的样子 吓坏了赶来的侍女 最后大王没走几步 就因体力不知晕了过去 大王死而复生的消息 很快在宫内传开 朝廷上议论纷纷 左丞相更是认为这是上天对此下的天法 而这个灾心正是死去的王后 必须要处死将大人溢假 才能平息灾祸 如今左丞相早已知首遮天 大臣们也不敢有半点怨言 很快恩惠的父母就被官兵扣押 要是他得知父母被抓 又该如何复仇呢 然而就在这时 恩惠也出了意外 这个皇帝正抱着一具尸体在哭 而死的人正是他未过门的妻子 谁曾想却被说成了是灾心 尸体也被官兵随意抬上了板车 裹上破旧的草席就被拉走了 面对步步紧逼的群臣们 王上也只能妥协 而他却是满眼的不舍 只能一遍一遍地喊着爱妃的名字 官兵将尸体拉到野外 像扔垃圾一样扔在了死人堆里 等官兵走后 树林里走出一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死人正是他的妹妹恩惠 他抱住姐姐失声痛哭 两人再见却是阴阳两格 他找了一处空旷之地将其安葬 恩惠发誓要找出杀害姐姐的凶手 而这一切却是朝中的一位百年老狐狸 左向在颠倒是非 声称王妃和大王的婚礼本身就是逆反天规 是一切不祥的开始 更是煽动王太后要处死王妃一家 很快王妃父亲一家被官兵逮捕 可就在行刑的途中 父亲却在人群中看到了一张无比熟悉的面孔 父亲一脸的不可思议 是大女儿恩琪吗 可她还是不相信女儿还活着 因为女儿在大婚当天被枪杀了 如今却为何好端端地站在这里 原来昨天无意间看到她相貌的人 正是她父亲的好友张大人 张大人不知道她为什么还活着 所以将她绑回来问个清楚 自从恩琪在那场意外落水之后 十多年未曾回过家 如今看起来还有点失忆的样子 张大人本打算将恩惠带回去见父母 却在半路见到她父母被抓 还未等父亲反应过来 自己就被官兵推着押父上了刑场 而这也成为了父女俩的最后一年 其实父亲早已认出她不是大女儿 因为她怕连累女儿 所以她刚才什么都没有说 能在临死前见到小女儿恩惠 或许是她最大的安慰了 而母亲则是被贬为了奴隶 看到病重的母亲沦为这副模样 她却不能上前相认 因为她要报仇 她要找出幕后真凶 那个让她家破人亡的凶手 朝廷上 大臣们商议让大王重新选妃 来改变国运 而这次选妃务必要从全国中筛选 这边恩惠也找到了父亲的好友张大人 她决定要以张大人女儿的身份去参加选妃 只有当上了王妃 才有实力为家人报仇 而他们还需要一个人的帮助 整个宫中最值得信赖依靠的人 那人便是王太后 而这部剧的精彩故事 也从这里开始 女孩为了能给家人报仇 拼了命的去当选王妃 她每天头顶着一个大盘子 地上扑根细长的红布条子 走着像猫不一样的步伐 就连吃饭也要控制食欲 当然王妃所具备的气质 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 很快到了参选这天 可其中一位带选妃子 在看到恩惠之后 却直接被吓得瘫坐在地 这人便是左相之女仁静 如今已是第三次参加大选 她是无论如何都想不通 本该死去的王妃 为何突然又出现在这里 就在思考官拿出抽奖箱时 她按两人一组将大家分到了不同的房间 而凑巧的是 人静偏偏又和恩惠分在了同一间房 吓得人静直接跑了出去 此时恩惠也意识到 这家伙肯定和死去的姐姐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难怪她会如此的害怕 这时丫鬟将恩惠叫了出去 可没过多久 当人静回来时 却惊讶地发现自己带来的衣物 竟然被人撕成了两半 恰巧这是金家之女露骨 对着人静就是一顿嘲讽 说她这么金贵的身躯 居然带几件破烂的衣服 想都不用想就知道 这件事肯定是她干的 因为刚才人静在跌倒的时候 就把她的裙子给扯了个大洞 所以这回来报复人静来了 不得不说这些人为了能当选王妃 可谓是不择手段了 恩惠看不惯金女的做法 上前语之理论 当得知是金大人之女时 恩惠居然笑了 笑她有什么样的爹 就养出什么样的女儿 真是坏到家了 可金女却是一脸嚣张 仗着自己的身份地位 甩出一番狂言后便潇洒离去 而向女为了能顺利参加当选 还活着的事告诉了父亲 父亲让她回去继续评选 恩惠的身份她会去查清楚 很快又到了拜会这天 谁知平日里不问世事的大王 突然亲临现场 他并非对母亲的包断婚姻有所怨言 而是抱着吃瓜的态度来看看 自己的枕边人到底长啥样 谁知一出场的人就是恩惠 隔着一层蒙纱 大王仿佛就看见了那道熟悉的身意 他赶忙起身走过去拉开杖纱 不顾众目睽睽一把将她抓住 他也不管恩惠说的是什么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心情了 一把将她抱进了怀里 这举止让所有在场的家人都惊呆了 这不是明摆着拉仇恨吗 可大王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 一个死去的人既能复生 皇祖母见大王情绪失控 赶紧命令下人将其他人带下去 可就在他们一个个离开时 个个都是咬牙切齿 恨不得把恩惠吃了一样 看来这回恩惠是结下不少梁子了 就在二人还在续前缘的时候 皇太后却是像见了鬼似的 指着恩惠说道 你这个灾心又想来祸害我的儿子 说完一口气没上来就晕了过去 然而接下来才是真正的宫斗开始 女孩第一次来参加选妃 就被皇上一把搂在了怀里 这举止把后面的秀女都给吓坏了 心想这皇上这么猴急吗 就不能等到晚上吗 其实并不是皇上猴急 而是皇上把眼前的女孩 当成了死去的王妃 因为在大婚当天 王妃遭人暗杀 如今出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人 皇上比任何人都难以接受 女孩为了能让在场的人相信 她并没有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 而是说自己是洪家的女儿恩惠 可皇后像是见了鬼一样 指着女孩大骂道 你这个灾心又想来祸害我的儿子 话还没说完 皇后就被吓晕了过去 事后皇上为了消除心中的疑虑 再次找到恩惠询问她的身世 而得到的结果依旧是洪家之女恩惠 可是相貌明明和死去的王妃一模一样 那她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原来恩惠在私底下 早就与王祖母达成了协议 在她找到王祖母的那天 她将去世的王妃是自己双胞胎姐姐的事 告知了王祖母 而王祖母也同意在背后帮她报仇 但条件是要以洪家之女的身份在宫中选妃 不然王祖母也不会在背后帮她 因为王祖母也想查出 大婚当天想杀她孙儿的真凶 很快王妃复活的消息在宫内传开 这消息对于深藏不露的左相 以及老奸巨华的金大人来说 如同向他们扔了一个定时炸弹 要是不想办法除掉恩惠 后面肯定会引发事端 他们决定在选妃考核中再次痛下杀手 隔天就到了考核这天 而考官的标准也极为严格 因为第一个环节便是观象 要保证每一个人都是素颜出镜 如果发现谁用了化妆品就会被扣分 前面的秀女接二连三地通过了考核 但轮到恩惠时 意外却发生了 别人的纸上都没有唇印 到她这里却是一口一个唇印 可她今天明明没有涂口红 这很显然是有人在搞鬼 恩惠要求再试一次 但结果仍然是一样 纸上依旧留着红色的唇印 原来在比赛开始之前 那个对恩惠一直怀恨在心的金家之女 就让她爹私下买通了宫女 故意在恩惠的纸巾上做了手脚 结果恩惠被扣了三分 而接下来便是卸妆的环节 考官要求每位秀女用清水打湿毛巾 为的就是卸掉脸上的腌制粉 恩惠有了刚才的教训 这次变得小心谨慎了许多 当她拿到毛巾时 她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果不其然 自己的毛巾居然也被人动了手脚 而且上面还有一股乌头花的味道 此花含有剧毒 只要接触到皮肤 就会立马引发红肿汽水泡 然而刚刚接触过毛巾的手 显然已经开始有了反应 胖妹一看吓了一跳 恩惠让她不必惊慌 如果这时声张对自己很不利 最后没有办法 她只好向胖妹借来毛巾 这才有惊无险地躲过了一劫 然而接下来便是面向环节 差点没把我笑死 注意看 这个女人从头上取下一根大钢针 忍着疼痛将手指戳破 接着又将血字偷偷摸到腰带上 当面向师走到她面前时 突然看到腰带上的红点 这话一出 把在场的所有人都给惊讶到 就连走了关系的丞相之女 也是一脸不可思议 可接下来就尴尬了 当她走到金家闺秀面前时 却看到了同样的标记 这里居然还有一个王妃 可她这话也不能让人信服啊 上宫问她到底哪一个 才是王妃的面相呢 这话可把相师拦住了 她是左看了看右看了看 纠结了半天 最后还是走到了恩惠面前 看来她这回回去不是被打死 就是活活被打死 本来这一关是看面相的 可这个观相师看的却不是他们的脸 而是盯着他们的衣带瞅个不停 很快恩惠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心想这观相师肯定被金家闺秀买通了 再加上之前他们在屋内鬼鬼祟祟的行为 更加可以断定 这个记号就是他们之间做的标记 所以这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而恩惠也顺利通过了这项考核 但是她和金女之间的恩怨也越来越深了 接下来便是最后的终极测试 那就是测试他们的心想 每个秀女都会分发到不同的锦囊 而锦囊里面都装着随机发放的银两 他们要用这些钱为百姓做善事 最终的结果只要票数最多的人即可获胜 金女想都不用想 她肯定抽到了银元最多的锦囊 因为这锦囊早就被动了手脚 而恩惠却只抽中了一块钱 金女的银子最多 于是在村里大摆宴席 邀请百姓们赴业 她随便一摆就是个百八十桌 不得不说有个有钱的爹是真好 而其他秀女则是送的送大名 有的恨不得去田里帮忙干活 而左丞相的女儿更是请来了妖谷队助阵 看这架势都能赶上过年了 再看恩惠这边 到头来还拿着一块钱在默默发呆 而她该怎么在评选中胜出呢 就在她路过一家宣纸店的时候 却突然来了灵感 她把一两银子都买了纸盒饼 随后找了个偏僻的地方铺好草系 接着摆好桌子 然后又拿出文房四宝 原来她要替百姓们写冤情 很快后面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心机的金家之女得知消息后 看到自己落入下风 气得她直接跑到了摊位面前 拿起地上的纸一看 上面竟然全部写的是金家欺压百姓的罪状 气得她直接将纸扔在了地上 你个小丫头骗子 竟敢在这里颠倒是非 敢不敢跟着我来 看我削不削你 恩惠怎么能听得了这话 随后她俩就来到一处没人的地方 却没想到 金女反手就给了恩惠一巴掌 可恩惠也不是好惹的 可下一秒意外就发生了 恩惠居然被金女给算计了 话还没说完 她就被打晕了过去 随后更是被装进了板车里 然而参选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 上公说要是在天黑之前 如果恩惠还没有回来 就会立马取消她的资格 眼看这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 可就在这时 一直担心恩惠的大王 突然听到恩惠失踪的消息 这个王妃竟然被丫鬟给打了一巴掌 就在女人要还手的时候 却被人在背后给打晕了过去 事后更是五花大绑将她装进了棚车内 接着又把她关进了小黑屋里 等女人醒过来时 绑匪居然对她动了歪心思 吓得女人连连后退 就在绑匪快要得逞的时候 大王这边也传来王妃失踪的消息 很快大王就带着一群大臣 去搜寻恩惠的下落 可走着走着 他却突然想到了昨晚的梦境 梦中浮现的正是恩惠被人绑架塞入棚车的画面 想到梦中那口突兀的古井 大王仿佛想到了什么 便令人拿来了周边的地图 在上面标记了所有的水井 让士兵挨个去查询 可找遍了大街小巷还是没有一点线索 这让大王十分恼火 他看见侍卫的脚上都沾满了泥土 可梦中出现的水井周边都是无比干燥的 很明显那是一口枯井 于是大王命手下拿来了更古老的地图 很快便锁定了枯井的位置 这次他决定亲自带人前去寻找 好在不久之后 终于在城郊一处荒地 找到了梦中出现的枯井 他顺着地上的车印开始追踪 可棚车中却空无一人 此时恩惠还在与绑匪挣扎 眼见猥琐的歹徒步步逼近 就在他准备下手时 大王及时赶到了 看见恩惠被人挟持 大王的亲信眼疾手快地扔出两枚飞刀 成功将其制服救下了恩惠 歹徒也被侍卫送去了西天 与此同时 恩惠的丫鬟被人用利刃挟持着 而想要和大王争夺王位的小和恰好路过 丫鬟赶紧趁机向小和求救 小和健壮 上前就没几下的功夫 就将歹徒给制服 丫鬟也被顺利救出 而宫内正准备取消恩惠的比赛资格时 恩惠的丫鬟扑通一身跪倒在地 声称看到小姐在失踪前 最后见的人是金女 想到这些天来金女对恩惠的处处刁难 上宫便将其喊到了屋内 金女此时无比委屈 说场上这么多人为何偏偏怀疑自己 说到情深处还流下了眼泪 此番梨花带雨的表演直接将上宫拿捏 最后没有证据也只能将她释放 可转过身来 金女便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 跟旁人叫嚣地说 就算是自己绑架了恩惠又怎么样 甚至毫不顾忌地大放厥词 声称挡我路的人都逮死 这可把一旁的巷女吓得不轻 可就当众人以为尘埃落定之时 门外却传来了恩惠归来的消息 可在场的众人都想趁此机会除去这个对手 上宫却不顾众人劝阻 宣称恢复了恩惠的参赛资格 这波操作把金女气得不轻 她认为上宫不应该给她这样的特权 上宫也不多言 命人拿来了今天投票所用的盘子 随着竹签一枚枚掉出 众人这才发现 恩惠的得票数比所有人加起来都要多 虽然比赛的结果未能公布 但恩惠也不是软柿子 她不打算就这样放过金女 便将其约了出来 声称自己手上有她绑架自己的证据 以此要挟金女主动站出来承认 否则就将证据公之于众 第二天当上宫准备公布八强选手时 恩惠仅仅是扫了金女一眼 就让其坐立难安 无奈之下金女只好站起身来 这是女人们做梦都想来的选妃现场 可如今却只剩下了六位家人 而王后却起了妖娃子 她一心想要金大人的女儿 成为自己家的儿媳妇 今天更是装自己病了 等大王和王太后赶到后 她就假装哭得死去活来的 说自从先王过世后 自己是越来越不重要了 就连跟儿子选个媳妇都不能干涉了 她是一边说一边哭 演得像真的似的 王祖母看她这样子也是很无奈 表示那下一轮考核那就由你来监督吧 看来那个被说成灾心的贾王妃 这回是凶多吉少了 王后的诡计终于得逞 她赶紧跑来与金大人商量对策 就在王后以为运筹帷幄之时 宫女的一番话差点没将她给气死 说接下来在给绣女们打分的时候 是不能看她们的脸的 因为下一个环节是鄙视做菜 所有绣女都要为生病的王后做一道美食 看来这王祖母还是留了一手 而恩惠的晋级也让别的选手压力倍增 左成像担心女儿的前途 她告诉女儿如果想要彻底淘汰恩惠 就要证明她的身份是假的洪家之女 而宫里的宦官也派人暗中查出 真正的洪家之女一直有哮喘 尤其对花生极其过敏 于是父亲给了她一包能引发过敏的花生粉 让女儿在暗中将恩惠的身份给拆穿 很快争夺四强的比赛也正式开始 恩惠和胖妹分到了一组 可胖妹也不顾上什么姐妹情深了 竟然把案板上的食材一扫而空 只给她留下了五味籽和糯米粉 尽管材料稀少 但这也难不倒她 只见她从米缸中取出了一碗糯米粉 随后倒入清水开始揉搓 再加上过滤出来的五味籽 没意会的功夫 一碗光洁如玉的汤圆就成了 反观胖妹这边 她做的汤圆五彩斑斓很是好看 可就在这时 金家之女事先买通好的宫女又开始使坏了 她趁恩惠去借东西的时候 抓了一大把盐 正准备洒入恩惠的汤碗当中食 原来这人是大王专门派来暗中保护恩惠的 很快到了打分的时候 王后先是吃了一口白色的汤圆 虽然口感还不错 但还是给了一般的评价 当将胖妹做好的汤圆端过来时 顿时把王后给吸引住了 结果刚放进嘴中 还没来得及咀嚼就直接吐了出来 恩惠疑惑地看向了胖妹 原来这一切都在她的计划当中 胖妹故意放了很多言 就是要把机会留给恩惠 她说大王实在是太瘦了 不是她下饭的菜 这胖妹还真是胖得可爱 最终恩惠成功进了集 而另一边 左丞相也派人查清了恩惠的身份 真正的洪家之女另有其人 左相更是断定恩惠就是已故的王妃 她要借金家的手除掉恩惠 很快这个消息在宫内传得沸沸扬扬 金大人得知后 却比任何人都担忧了起来 因为当初恩惠父亲的死 就是金大人在背后搞的鬼 当时金家就买通了宫女 让宫女在朝堂上诬陷江大人是叛逆之人 所以恩惠的父亲才被判了死刑 金大人为了解决后患 打算暗中除掉那个宫女 事后再嫁祸给恩惠 金大人连夜找到王后商量对策 而王后却以为恩惠是回来复仇的 故意让宫女给恩惠送去了一封信 当恩惠打开信的内容时 上面赫然写着八个大字 杀父仇人就在眼前 恩惠盯着面前的宫女 却感到莫名的奇妙 可这一切 却被左相的女儿看在了眼里 隔天宫女就被人给杀害了 就在所有人还在调查时 向女突然跳了出来 说昨天晚上看见宫女去找过恩惠 这话一出 侍卫立马对恩惠的房间进行搜查 果不其然 在一堆旧衣物中 他们发现了一包迪迪魏和一封信 侍卫还不等恩惠解释 就当场将她给抓走 最后把她关进了大牢里 大王得知后勃然大怒 然而这背后 到底是谁在操控这一切呢 这个宫女实在是太惨了 居然被1605给堵死了 而且她还是王后的贴身丫鬟 她的离奇死亡 引起了宫内的恐慌 经过侍卫们的调查 有个秀女说她昨晚去过樱花堂 而樱花堂就是候选妃子们住的地方 昨晚宫女确实来找过恩惠 而且还送来一封很神秘的信 信上说 眼前的人就是你的杀父仇人 可两人的对话 却被躲在暗处的左相之女看到了 她说恩惠肯定是凶手 昨天就看她那眼神就有点不对劲 很快侍卫就在恩惠的房间里 搜到了一瓶毒药和一封信 恩惠就这样被当成了凶手打入监牢 然而这一切 居然是大王的母亲在搞鬼 当大王得知心爱之人被抓后 怒气冲冲地跑来找母亲质问 她断定肯定是母后在背后搞鬼 因为大王最近一直在调查 恩惠父亲被害的事情 而宫女却是唯一的证人 此时的母后还在假惺惺地说着 她最宠幸的宫女被谋害的事情 大王听了这话很是失望 可这又能怎么样了 毕竟她是自己的母亲 朝堂上大臣们集体上奏 要将恩惠给处死 看来这回恩惠是凶多吉少了 可偏偏谁又能想到 就她的竟然是一个梦 大王在梦中梦到恩惠睡得正香 一个拿着兰花手绢的女人 偷偷将1605塞进了恩惠的衣物里 而这个绣了花的手帕成了关键 事后大王怀疑手帕的主人 有可能是候选妃当中的一人 很快她将嫌疑锁定在了项女身上 因为她是第一个站出来指证恩惠的人 再加上她的裙摆上有个相似的印花 晚上大王就将项女请到了别院 问她是不是暗中对恩惠下手将其冤枉的人 项女却是一脸的蒙圈 自己什么都没干却遭到怀疑 难道线索就这样断了吗 其实并没有 大王找到自己的王祖母 让她下令搜查所有候选妃子的房间 在经过上宫的一番搜查之后 很快就找到了那个梦中出现的手帕 参加选妃的英子 大王也不和她废话 是谁指使你这样干的 不说出来我就废了你 吓得英子是脸色惨白 双手直发抖 没意会的功夫 她就当场招了 原来是判官大人威胁她这样做的 而此时这个判官大人 正准备对恩惠事业急刑时 其实宫里谁都清楚 判官大人和金家走得极为亲近 可金大人为了能撇清关系 竟然在牢里用家人威胁判大人 让他自己承担所有的罪行 无奈之下判官大人 只好吞下了所作的恶果 最后被流放宁谷塔勇士不得入宫 而这个英子也被逐出了王宫 尘埃落定之后 恩惠也被无罪释放 大王将他带回了小时候来的地方 嘴里说着儿时的诺言 恩惠原以为自己是姐姐的代替品 却没有想到 大王一直深爱的人是自己 两个人的感情也日益升温 就连大王前来探望他时 恩惠的眼中也是充满了甜蜜 此刻恩惠再也无法掩饰内心的澎湃 他暗暗发誓一定要赢得这场比赛 揭开背后的阴谋 找出陷害家人的真凶 很快到了公布王妃的时刻 然而结果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这个女的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王妃 可到晚上洞房花竹叶的时候 大王却说 从今天开始我只能把你当成一个老爷们 这辈子都不可能真正地爱上你 而就是因为你有一个好父亲 大王这话可把王妃伤得不轻 原来在大婚的前一天 他父亲居然暗中抓了恩惠的母亲 还有那个真正的洪家之女 左相更是要挟大王 如果不让自己的女儿当王妃 否则就将恩惠是假洪家之女的身份公之于众 到时候恩惠不仅会被判欺君之罪 而且他的家族也会被连根拔起 大王虽然很气愤 但也无可奈何 只能被迫与左相的女儿完婚 而毫不知情的恩惠 却以为自己没有当选王妃 每天关在屋里闷闷不乐 他甚至觉得自己再也没有机会为家人报仇了 直到这一天 大王亲自找到他 并将所有的真相说了出来 事后恩惠与金家之女都被封为了咖啡 就在恩惠将自己的母亲交与洪大人保护时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个洪大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私底下一直在利用恩惠 帮助大王的堂兄在谋权篡位 洪大人拿出一瓶毒药 让他毒死大王 如若不答应 那他的身份连同自己母亲的小命都将不保 恩惠不明白 曾经与父亲如此要好的一个人 现在却要挟自己做这种事情 可如今一边是自己的母亲 一边是自己心爱的男人 他又该如何做出选择呢 晚上大王本想去找恩惠 可王妃却臭不要脸的凑了过来 他一下钻进了大王的怀里 说今晚要和大王生一个猴子 可大王却说 公子请自重 难道你忘了你是老爷们的身份了吗 大王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气得王妃那叫一个恨呢 心想一定要把恩惠除掉 不然自己守身如玉二十年 恐怕要荒废在这宫里了 此时恩惠手里还攥着那瓶毒药在犹豫不决 当他用颤抖的手将毒药倒入湖中时 大王却很平静地走了进来 等两人坐下来之后 恩惠给大王倒了一杯茶 随后又给自己也倒上了一杯 本想着和大王一起做个亡命鸳鸯 就此了结此生 可最后他还是于心不忍 将大王快要送入口中的杯子给打翻了 恩惠说自己并不是恩习 而是他的双胞胎妹妹恩惠 最后还将红大人要谋反的事情都告诉了他 说不了真相气愤地离开了 等一走出寝宫 他就命人将恩惠给软禁了起来 并让任何人都不能靠近半分 而没有等到消息的红大人 准备再次给恩惠送信 却被大王暗中派来的人给抓获 而谋反的堂哥却趁机逃跑了 红大人在大王的逼问之下 只好将藏恩惠母亲的位置交代了出来 在得知母亲被救之后 恩惠的内心却更加自责 他知道自己罪无可恕 便请求大王赐他一死 只求大王放过自己的母亲 就在他说完要离开时 大王却将他一把拉住 而这一幕正好被路过的王妃看到了 心想这个臭不要脸的狐狸精 又在勾引大王 回到房间把他气得那叫一个恨了 他下定决心 一定要除掉这个狐狸精 女人头上顶着的是什么东西 手里还拿着一个令牌 身后还站满了一群顶着同样东西的人 原来他们今天要和大王成婚了 而他们却被封为了侧妃 可是被选为王妃的金家之女 怎么可能容忍其他人与自己争宠呢 他一心想要除掉侧妃恩惠 在得知恩惠想要毒死大王之后 他更是有了除掉恩惠的想法 于是他故意将恩惠叫过来 准备亲自对他用私刑 旁边一筐子藤条都是为他准备的 王妃让恩惠把裙子撩起来 可恩惠怎么能听他的 他立马叫来侍女将恩惠抓住 准备强行对他用刑 可就在要动手的时候 大王却突然来了 大王说你是不是没搞清状况 现在这个王妃的位置只是你暂时的 也把自己真的当成了王妃 等大王走后 他是越想越不甘心 觉得这一切都是恩惠的错 于是他心生一计 当天夜里就跑来找发小商量 最后还使出了一个美人计 让他帮助自己私下除掉恩惠 这个发小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 事后他又找到王太后 以上山求子祈福的名义 说最近山上出现了一块灵石 请求王太后允许自己带侧妃们上山祈福 这样一来可以保佑大王多福多寿 二来可以为王氏家族开之散夜 王太后一听这话欣然答应了下来 可是一到晚上 大王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在梦中他梦到恩惠被人开了一枪 吓得他从梦中惊醒 他立刻找到恩惠 一把将他搂在了怀里 告诉他最近不要出宫 可恩惠说明天要同王妃去祈福 大王虽然将梦中的事情说出 但恩惠还是执意要去 因为他也想借此机会 揪出杀害姐姐的凶手 见恩惠态度如此坚决 大王只好暗中派人保护恩惠 很快到了出发的这天 山路崎岖很是难走 想要抬轿子上去根本不可能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暗中一把枪正对准了他们 这个开枪的人正是王妃的发小 也是当初杀害恩惠姐姐的凶手 王妃怎么也没有想到 大王居然在暗中埋伏了伏兵 然而丫鬟为恩惠舍命挡下一枪后 最后不幸惨死在了恩惠怀里 恩惠伤心欲绝 对着王妃放下狠话说道 王妃眼看事情败露 直接回了娘家找他爹去了 可迎接他的却是爹爹的一巴掌 左相本有谋反之心 早已将一切计划给谋划好 可现在女儿这么一骂 将自己的大王梦全部给打乱了 而那个刺客在连续几日的严刑拷打后 终于交代了左相的所有罪行 很快大王以造反的名义 将左相府团团围住 左相这时还在誓死反抗 可最后也只能带着女儿慌忙逃跑 大王得知后 当即废了王妃的身份 然而到了第二天 他们被通缉的画像就填满了大街小巷 而那个一直想谋反的大王堂哥 第一时间就找到了左相 让他辅佐自己一起谋反 现如今左相也是过街老鼠 根本没有地方可去 也只好同意了他的提议 然而他们在计划前 决定将一个秘密公布于众 而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呢 原来他们想把恩惠是双胞胎的身份说出去 这话一出 把所有的人都震惊到了 而不知情的大王与恩惠 两人却做起了大家都不想看的事情 我觉得这里一点都不好看 我就帮大家看了 免得夜晚都睡不着 男人整天想着和老婆生一个孩子 可事情刚进行到一半 就被门外的母亲给打断了 原来母亲找来是想告诉他 城外如今跪满了成千上万的百姓 他们个个都在向大王请愿 就连大臣们的奏折也是堆积如山 然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件事 那就是让大王处死自己的女人 只因她是双胞胎 为何一个双胞胎会搞得全国动荡呢 原来这都是因为十几年前的一个预言 当时先王在世的时候 巫女欲知未来会有一对双胞胎将会扰乱天下 从那时起 一旦发现有双胞胎出世 就会被官兵带去处死 而恩惠和她的姐姐恩奇 因从小共用一个身份 所以才逃过了此劫 如今这个谣言 正是大王堂哥故意散播出去的 他就是想要制造混乱 这样他才能有机会在暗中谋反 朝堂上 金大人以及其余几名大臣 逼迫大王给百姓们一个交代 势必要将恩惠给处死 可接下来一个人的出现 顿时让金大人傻了眼 此人正是当初和金大人同流合污的刑判大人 原来他并未被流放到宁古塔 而是被大王秘密关押了起来 如今转座成了污点证人 他当着所有人的面 将金大人杀害宫女嫁祸给恩惠的事情全盘托出 金大人和他的余党被罢免了官职 当场被押走 可是为了安抚民心 大王还是将恩惠的身份废除 恩惠也被迫离开了皇宫 这时大王的堂哥找到金大人 让他和自己一起谋反 如今金大人也是破釜沉舟 只好答应了他的提议 他们把目标定在了恩惠身上 事后偷偷给还留在宫中的女儿送了一封密信 让他理应外合 随后金女就威胁恩惠的侍女 让他在恩惠离开之前将她抓起来 面对眼前的娘娘 侍女也不敢违抗 只能被迫答应下来 很快恩惠就被一群侍女给抓住 而另一边大王堂哥收到消息后 立刻宣布今晚攻入皇宫 夺下皇位 大王也得到消息 命人在四处买好了伏兵 就在两边交手之际 恩惠趁机逃了出来 可在半路遇上了堂哥 眼看自己的大王梦即将破碎 堂哥立马挟持了恩惠 逼迫大王放了自己 如今在爱人和叛军面前 他又该如何选择呢 最终大王还是放走了堂哥 当堂哥回到营地之后 他命人给大王送去了一封信 信上说 如果想要救心爱之人 就要孤身一人前来赴约 如若不来就给爱人收尸 大王也不傻 自己单独去赴约肯定是送死 而开阔地很难藏人 要是能找到叛军的老巢就好了 于是他立马叫来巫女 让他将自己催眠 巫女却说大王要是强行催眠 这可是逆反天规的事情 身体会严重遭到反噬 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可大王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最后还是进行了催眠 在梦境中 大王看到叛军在一处山脚下 而左相正要将恩惠给杀掉 看到这里 他突然从梦中惊醒 大王凭借模糊的梦境 想着那个山峰正是先王的陵墓 八角山等确定了叛军位置 大王就带着大批人马赶到 将他们杀了个片脚不留 帐篷里的左相还在誓死反抗 结果在逃出去的时候 被侍卫一枪击倒 经过侍卫对此处搜索后 唯独没有看见堂哥与恩惠 原来白天恩惠趁着丫鬟送饭时 他趁机挟持了丫鬟 随后换上衣服逃了出去 之后堂哥带人去抓捕 一直没有回来 就在恩惠以为自己脱险时 却还是被叛军堂哥给抓住了 可是在往返的途中 他们又遇到官兵在巡逻 叛军堂哥一声令下 双方就厮杀了起来 叛军堂哥则趁机带着恩惠逃跑了 而接下来 大王又该如何救回恩惠呢 隔天在一片开阔地里 叛军堂哥就带着恩惠来到此处 他以为大王不会来救他 准备就此了结恩惠 可谁也没有想到 大王真的孤身一人前来赴约 一个是为了心爱的女人 一个是为了争夺王位 他们之间展开了最后的对决 叛军堂哥虽然勇猛 但终究不是大王的对手 他带着自己的大王梦 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恩惠终于得救 而左相也被刺了一碗毒酒 他的女儿则被贬成了一个庶民 那个一直高高在上的金大人 也被拉去边疆冲了军 金大人的女儿最终被赶出了宫 而恩惠父亲的冤屈也得以洗脱 看似一切都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可就在这时 大王却突然昏倒了 巫女说这是因为大王强行做了一个预言梦 违背了天道 身体也受到了惩罚 看来预言是对的 你们两个人不能在一起 要是想救大王 恩惠看着熟睡的大王 眼中充满了不舍 他行了一个大礼 含着伤心的眼泪离开了 直到一年以后 大王的身体也完全恢复 而恩惠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 到处都找不到他的身影 朝中大臣们商议让大王重新选妃 尽快诞下子嗣传宗接代 但大王的心里却时刻挂念着恩惠 这一年里 恩惠与母亲隐居在山中 他为大王生下了一个儿子 并且每天都会去寺庙为大王祈福 可是在回去的路上 还是被一个人看到了 分别已久的两人终于再次相逢 他们的心在这一刻瞬间交融 而这一次便会是一生一世 至此韩剧抉择 少女们的战争迎来大结局 感谢你的订阅评论和点赞 我是杨成说剧 我们下部剧见